歡迎收看二分追求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話說啊 這個機車啊 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日常生活中的這個 很方便的工具 是 連我都有一台小鋪鋪啊 來菜什麼 超方便 你出道這麼多年 你有騎過機車嗎 當然有啊 學生時期的時候啊 大家都騎摩托車啊 你學生時期就騎摩托車 開玩笑 我那個時候寒暑假拼命去打工啊 然後我買了一台當時最趴的 名流150 哇塞 叔叔我沒聽過耶 什麼沒聽過 怎麼哏呢 嘿 沒聽過嗎 你不要假啦 亮者哪有可能 明流150 我爸有在騎 對 爸爸那個年代 我那時候真的是一台豪車 多少錢啊 我當時要價五六萬喔 好貴喔 你想想看你那時候 清朝時期的五六萬 是等於現在六千多萬耶 清朝時期就是可以把一個省都買下來 你要說這個嗎 對 你在胡說八道嗎 沒有啊 你騎那麼好的車 出去把妹什麼樣樣來 一定有很好的回憶吧 存了那麼久對不對 對啊 簽完了以後想說一定要騎去學校 讓同學老師看看嘛 對不對 然後我那天穿著全身定做的制服 然後跨上我的明流150 很難跨很難跨 很高 車子很高 然後前面燈電動一按 哇 電動哇 騎去 哇 騎騎騎 要騎到陽明山嘛 然後經過那個敦化北路那個 長庚醫院門口的時候 地上有一灘水 我想說我是名流優禮 騎過去 直接雷殘 第一天就雷殘 哇塞 那一天雷殘一定很嚴重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講那個 除了生理的痛之外 心裡也好痛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傷到現在都還沒好 你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好了嗎 哪裡沒有好 哪裡不完整 這裡 什麼這裡 健保卡還沒發明的時候就好了 真的啊 所以健保卡是因為你而發明 沒有 沒那麼偉大 因為我們的行男還有美女們呢 好像聽說來台灣的時候 都有騎過幾個機車 因為外國朋友一開始來嘛 可能不是那麼寬裕 他就騎摩托車也方便嘛 等一下聊一下說 他們在這邊騎摩托車的經驗到底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也請到了 騎車不違規 出門平安歸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然對面呢 騎車搶快安全不在 他好像都在抄一些那個 標語 警政署的一些標語 但有一些企劃 他們的偷偷摸摸的行徑 我一看就知道 因為我就是過來人 所以我們歡迎聯合國代表 歡迎 對 根據調查 台灣機車密度居亞洲之冠 與台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今天就從聯合國代表們的角度來觀察 究竟有哪些不可思議的習慣呢 來到台灣的時候都有騎車的經驗嘛 那有沒有看台灣人什麼騎車的方式 讓你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讓你覺得太均訝了 有嗎 因為你知道我的 邊騎邊吃 很危險 很餓耶 因為我住在內湖 但是我的公司在淡水 所以我每天要從內湖 淡水 內湖騎去淡水 就住淡水還比較便宜啊 我以為從我家騎到陽明山 已經很嗆了 他還騎到淡水 內湖騎到淡水 你可以吃到兩餐了耶 其實還好 差不多從內湖到淡水 起摩托車15分鐘 很遠 45分鐘 45分鐘很遠耶 你騎捷運路線喔 你跟捷運 他騎在捷運道上 對 他騎在捷運道上 沒有 他騎在捷運的前面 所以因為我每天騎車 所以會看到很多台灣人 騎乞怪的方式怎麼騎 我覺得最怪的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我騎的時候 常常回到紅綠燈 然後紅綠燈要等很久 常常兩三分鐘 然後女生們做什麼 他們化妆 化妆 化妆 邊起邊畫 對 邊畫 因為有鏡子 然後他們就畫一畫 那安全帽呢 對 有安全帽可以啊 有啊 這個沒問題 不是你那種的嗎 半照的那一種 像艾莉那一種啊 可以啊 因為我自己覺得 化妆沒什麼問題 可是問題在那裡 你知道變六四的時候 他們開始化妆 然後大家就開始喇叭 然後都玩七八糟 所以我覺得非常危險 其他人呢怎麼說 你知道他們就 這邊拿著漆 這邊就吃東西 所以 一手漆 一手吃 嗯哼 所以你們覺得很危險嗎 我覺得好厲害喔 對 平和感很好喔 非常非常危險的 對 如果忽然停止 然後你知道都這個飲料 都在身上 嗯 那也算是把飲料喝完啊 對啊 所以我每天去看 我覺得非常危險 因為才無可能不可能的水行 可是台灣人還有其他的行為 是真的更誇張 我跟你們講 騎車抓寶 哦 哦 這是近年風行的 這個太可怕了 他騎車就是為了要去抓寶 對啊 不然我幹嘛騎車 不只喔 因為最近就是 好多台灣人 就會把那個 就是放手機的腳架 開在那個摩托車上面 對不對 而且那個很方便 就像我會用那個東西去導航 用那個Google Maps之類的 可是我發現最近好多人 是真的很誇張 第一個 可能在那邊看影片 看病人的直播 對 最可怕 直播真的有 在那邊 一個人沒在那邊扭來扭去 然後在那邊騎車 然後最可怕 我覺得是玩遊戲的 就是像有一次 從咖啡廳回家的時候啊 我在那邊騎車吧 然後前面就是很明顯是一個 比較擔心她的阿姨在騎車 可是她騎車的方式 很明顯是斷斷續續的 一起游停 一起游停 我在後面就真的差一點 是撞到她 然後我想說這個阿姨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需要幫忙 快要中鋒嗎 還是我等到那個紅綠燈 我就慢慢地靠她的旁邊 要問她 阿姨你怎麼 我就發現 她就是在抓寶可夢 而且不只用一台桌機 兩台 還好吧 新聞有個阿伯 前面掛十幾台 十幾台 真的喔 這台巴西不可能會發生 因為第一個很危險 這個就是你的選擇嘛 就是說你要抓寶 還是要看紅綠燈 她選擇抓寶 你這怎麼為你啊 這是你的選擇嘛 怎麼了嗎 對 這樣危險啊 我跟你講這台巴西不可能 因為第一個我就跟你說很危險 對不對 你就蹲蹲續續的騎車 第二個你把兩個手機放在那裡 就是 搶劫的機會更高 我有VCR 這太誇張了吧 這個照片 對 哇 對啊 VCR是你的是不是 是我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VCR 來 請看 左邊那邊 因為我真的不相信 她是真的在抓寶可夢 真的 那你不是也在刷手機嗎 我是因為停車的時候 去拍一個人在玩遊戲的拍手機 那個人在抓寶 他是在拍 接拍 對 他們都 沒有在看紅綠燈 證據 OK 那我覺得台灣很會跳國類 跳國類 有嗎 有嗎 現在還好 以前小五十的時候很多 對啊 很多 你現在要講小五十了是不是 當名流150你講不出來 小五十跟名流150比起來 還是小孩子 有一次我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人 他問我 你會不會 外國人會不會跳國類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是什麼東西 我根本 聽不懂 因為 對啊 是聽不懂的 結果他一律燈呢 一律燈 他去騎步的時候 大馬上跳國類騎出去了 我就 我就想一跳 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結果我就問朋友 就知道他是 跳國類 跳國類 他覺得他 他表演給他看 對啦 我們義大利也有很多 他根本不覺得好帥 義大利也有很多小男生 他們愛玩這個 就是跳國類 我們會說 那種玩那個東西的男生 是因為他們 那邊很短 蛤 蛤 為什麼 這跟那有什麼關係 他一直要炫耀他自己 所以他沒有 他沒有 所以他一直跟他講很難 我們有類似的想法 不是 因為他爭不起來 所以他一定要有此 不是 你很好笑 不是說他騎到地方 跳不起來 他只好跳個鼓勵就對了 對 酸葡萄心 為什麼騎車騎到一半 要跳起來 這個台灣人 其實真的很誇張 為什麼 抽菸在瓦斯 有耶 我看過 有 這有 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 第一個 你為什麼要把瓦斯冰 放在你的池的後面 他們送瓦斯啊 送瓦斯啊 對喔 對 對啊 我們就看到有那個 奧萊塢的那個畫面 如果那時候是你騎著名流 因為我一開始我以為 那所有的瓦斯冰都是空的 可能都是大面 可是其實沒有 有時候是真的 是裡面有瓦斯 對 然後我想說 如果之後真的怎麼辦 因為真的是完全不安全 如果是在法國 隨便的國家 應該是在安全的赤字裡面 運送 運送 對 然後我每次會在那個 紅綠燈啊 然後看到旁邊那個 就是台灣人在 在在在在氣 然後再載那個瓦斯 我覺得很 危險 很危險 真的 然後有一次啊 我在紅綠燈 然後我在看手機 在看地圖 然後 喔 他在看地圖 地圖 順便抓寶 另外一個說句塞彎 結果被警察抓到 開發展了 旁邊呢 有那個人 在在在在那個瓦斯品 還在錯顏 然後我說這個呢 我說怎麼樣 因為他見怪不怪啦 因為他也不覺得 因為他只是 對啊他在送貨 到底他怎麼了 那很誇張 可是好像真的也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啊 沒有啦沒有啦 其實那個瓦斯還滿安全的 真的嗎 而且送瓦斯阿伯就是要抽煙才帥啊 我跟你講一些阿伯出煙還會加油更可怕耶 一邊加油啊 那很危險 那真的很危險 加油站真的不能抽煙 哈囉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